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它其实讲得蛮奇怪的 但是呢,当然我们来看一下下来讲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它是立F向上 那这个F它重在活塞上面 那F向上活塞的重量是W向下 那还有一个力就是水的力量 那水的压力的力量,我们就把它写作P再乘上肩面积A OK,所以呢几个力平衡来往上的等于往下的 我们就说F等于活塞的重量W再加上压力层面积 因为压力层面积才会等于什么?才会等于力嘛 好,那这个压力你们都知道压力叫做H 等一下,这也是加压力叫做HD 好,HD呢是国中的单位 我们乘G变成牛顿,再乘上A 那这个W是不会变的数字 OK,节面积也不会变 G也不会变,D也不会变 那唯一会变的只有H这个变数 那因为它说等数往下移 那等数往下移 这个H会越来越怎样?会越来越小 H会越来越小 所以当H越小的时候F会越小 所以F会先变小 那先变小B就不能选了 OK,C也不能选了 但是呢A跟D它说一个是保持不变,一个是变大 好,你看哦,这个水它还没有到出的时候它会一直变小 但是如果这个水面它到这个节面积大的地方的时候 出的地方的时候 它的H就不会变了 它就保持不变了 所以呢,后来的H是不会变 所以后来H不变的话 这个不变,H不变,F就不会变了 所以后来保持不变,答案选A 谢谢大家